大批警方走进日租套房旅馆 锁定房号开门抓人 眼看涛业逃不掉 嫌犯趴下乖乖配合 日前台中刑警大队破获贩毒案件 上上追查发现嫌犯是一对 诚信兄弟的 哥哥原本是刺情师 发现贩毒赚钱比较快速 就伙同弟弟一起来卖毒 警方先将哥哥逮捕 调查后发现 他们竟然实施贩毒会员制 以刺青店做掩护 有刺青的顾客 才能够买毒企图躲避警方追击 警方经过长时间搜证 分别将这对兄弟逮捕 也在现场搜出大量毒品 手机等证物 移送递检证班 另外台中大雅警方也逮捕了 以理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 警方直接在超商前拦住嫌犯车辆 并且搜出大量证物 也在集团强身处地下停车场 逮捕多名集团成员 警方调查贩毒集团主嫌 以暴力控制成员的行动 要是他们贩毒的业绩差 就会殴打威胁 违法贩毒还施暴 警方依法将这些毒贩 移送法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